揭開至高榮耀的冠軍金盃 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國民小學足球世界盃 即將於五月十一號 在高雄盛大登場 今年男子組跟女子組的冠軍隊伍 都將取得八月國際邀請賽的參賽資格 曾在這場比賽 稱王豐後過的學校代表 都已經蓄勢待發 我現在是踢後衛 然後我希望在進冠軍賽之前 我都能防守好後面 不讓人家突破 每一年的孩子的狀況 也沒有說像傳統學校這麼穩定 那我們也是有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進前八強 我們六年級我有問過 他們是說他們比較想要冠軍 那就是得冠軍 水啦 這樣的企圖心跟氣勢就對了 本項賽事從一百零八十年度開始辦理 至今已經進入第四屆 雖然近兩年因為疫情影響 只有舉辦地區預賽 沒有全國總決賽 但今年報名對數依然來到新高的六百六十七隊 顯示基層足球是持續 恐怖發展 因為中間還有疫情的關係 但沒想到其實現在目前國小來報名 這個足球的這個比賽的隊伍 其實是越來越多 而且成長速度非常的驚人 也希望說政府再繼續 不管是在教育推廣上面 不管在設施設備上面 也希望他們在儘量來幫我們 建制更多的設備 讓小朋友真的可以好好的踢球 今年比賽就是在剛完工的高雄男子人工草地足球場 進行 期盼能讓參賽球員擁有高等級的賽事體驗 把握得來博弈的全國舞台 好好展現自己的球技 歡迎收看七方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